家禽不可以移动 也不能宰 因此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是改吃水产品 而因为需求量大 再加上价格攀升 又碰上了春节鱼或是特别抢手 因此要吃鱼变得更贵了 像是五载鱼 每一尾就贵了两三成 而年节的应景吉祥菜白昌 鱼饭表示 这一类高档的应景鲜鱼 从过年前就开始涨价 现在一条一台间的白昌鱼 已经冲破千元了 观众朋友如果口袋没有那么深的话 可以考虑改吃平价鱼种 像是平价位中等的白带鱼等等